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111章 下诏最起 就如同刘剑等人所预料的那般 洪志皇帝在听了方启帆的话之后 脸色骤然变了 目光如风 冷冷地说 大胆 这是一个臣子 该说的话吗 方启帆在洪志皇帝的逼势之下 真正地吓了一跳 盲说 臣死罪 洪志皇帝直直盯着方启帆 朕待你不保 你竟想卖之取名 看来是朕对你太过纵容了 若是不敲打敲打你 他日你岂不是要反了 来人 刘剑三人个个都忍不住遗憾地闭上眼睛 方启帆这小子勇气有余 可论起他所谓的剑言 这家伙简直是个猪队友 想为他开脱 都不知从哪下手了 且慢 猪队友又开始作死了 陛下显然心意已决 这时候少不得挨一顿棒子 然后乖乖服气 可这家伙竟在陛下圣怒结果眼上 来一句且慢 谢前已是目不忍识 将眼睛错到一边 突然觉得一种风潇潇心 溢水寒 壮实一去不复反的感觉 洪志皇帝一愣 都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敢说且慢 这家伙 到底从哪儿学来的臭毛病 还不等洪志皇帝发作呢 方启帆大意凛然地说 臣来之前早已做好了 慷慨赴死的准备 慷慨赴死 这当然是骗人的 方启帆可不是找死的人 不过这样会不会显得有气势一些 洪志皇帝更是一愣 可是 陛下 你这样不对 臣方启帆不认同 质地有声的话 仿佛在暖阁里面回响 洪志皇帝瞪大了眼睛 这下子真是熊熊烈火 越少越旺了 刘建心里一叹 这是要准备收尸的节奏 而方启帆显然没有停下的觉悟 口里继续说 臣之所以不认同 是因为两件事情 起义 臣陪皇太子殿下读书 皇太子毕竟也不是天生的圣贤 总会犯错 所以臣一再地告诉皇太子 人犯错了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知错而不改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圣贤 太子如此 臣也是如此 可若是有过错 那就更正便好了 可若是不知错不改错 那么这错误便会越来越多 这样下去 等到太子成人 如何能成为一个好太子 做陛下的好儿子呀 正欲彻底暴怒的红之皇帝 竟是愣住了 这家伙竟将太子寄了出来 言外之意 其实不过是用太子来类比皇帝罢了 太子会犯错 皇帝也会犯错 犯错了就改 没什么了不起的 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这番话 虽还是挑起 红之皇帝内心深处的羞愤 可红之皇帝还是沉默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方济藩则昂首继续说 还有一件事 臣要禀明 臣的父亲 陛下想来是知道的 臣府自臣记世起 便每日天未亮 便起来前去武军都督府当职 没有一天可以懈怠 乃至是刮风下雨 也绝不敢耽搁 若是遇到了战事 臣府出征在外 也与将士们同干苦 他努力地将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 以至于陛下赏识他 将士们也爱戴他 于是乎 臣便对他的行为很不理解 这一次 记出的是方济藩他爹 不得不说方济龙这个人 除了宠溺儿子之外 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他和洪志皇帝一样 不好美色 亲于公物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板有眼 这个口碑是朝野内外所公认的 一想到方济龙 洪志皇帝脸色缓和了一下 方才欲被严惩方济藩的心思 也不自觉地淡了不少 毕竟是忠良之后 方亲家就这么个儿子 本来就有脑疾 倘若当真伤了他 那做父亲的 还不知道怎样地伤心欲绝了 可洪志皇帝还是冷哼了一声 方济藩不理会洪志皇帝的不屑于故 却是好证以下地继续说 臣对臣妇的行为 很是不理解 即便臣妇对陛下忠心 可也不至于如此一丝不苟 有时就算是病了 却也不敢怠慢了公物 按时取都督府点卯 于是臣便问臣妇 人都有七情六欲 也都有五劳七伤 可为何父亲却如此勤恳 一丝一毫都不愿懈怠呢 似乎暖阁里面的君臣 都沉浸在这个小故事中了 众人哑然无声 就想听听方济藩的父亲 是怎么回答的 方济藩淡淡地说 于是臣的父亲便说 对天子要尽忠 所以不敢懈怠 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还有一个缘由却是 做父亲的 就该做下表率 让臣知道 做人要坚信忠直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若是做父亲的 都不给臣做出一个好表率 那么臣就更加荒唐胡闹了 所以臣的父亲 才紧力去做一个完人 为了就是有朝一日 臣能效仿他的作为 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好了 臣说完了 沉默 暖阁里落针可闻 唯一能听到的 不过是那微微不可闻的呼吸声 李东阳猛的眼眸突的一张 那眼眸里略过了亮光 神了 红治皇帝 却又是愣住了 这两个故事若是分开来 或许没什么 可一旦合在一起 却似乎有某种 无穷大的说服力 只做旧改并不稀奇 可第二个故事 却是一下子 有令红治皇帝 醍醐灌顶之感 方济凡的父亲所做的一切 为的不是自己 为的是什么 是因为他有一个儿子 他深知自己做错的事情 或许可以人不知鬼不觉 又或者便有什么疏忽 也不会受人责怪 可他依然努力将每一件事情做好 只是因为他是儿子的父亲 他想要让自己的儿子 能够效法自己的事情 这不正是物以善效而不为 物以恶效而为之吗 同样红治皇帝 除了身为帝皇 也是一个父亲 现在他做错了事情 倘若他对错误不改正 他甚至认为 错了便错了 有什么了不起 天家的脸面和朝廷的威严 毕竟更加要紧 那么皇太子将这一切 看在眼里又会如何呢 诸后照本就是一身臭毛病 红治皇帝希望他能改正 那么自己的错误尚且都不改正 又凭什么一身作则 告诉太子知错能改的道理呢 皇家脸面固然重要 可对皇太子的教育就不重要吗 皇太子毕竟代表的是未来呀 和红治皇帝对皇太子的亲续相比 朕的这一点自尊心又算得了什么呢 猛的 红治皇帝的眼眸从茫然变成 薄云渐日一般的清澈 不错 朕若是今日就这般糊弄过去 那么他日太子也会和朕一样 朕是他的父皇 若连自己都无法成为楷模 又怎么有资格去让他的儿子 改正自己的错误呢 暖格里依旧是安静的可怕 事实上方济帆的心里其实也是有些忐忑不安的 他所抛出的杀手锏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道理 也不是所谓事情的是非对错 而是皇太子 方济帆是赌红治皇帝的心理 皇太子殿下比一切都重要 输了就准备好劈开肉战吧 可若是赌退了 那么整个案子将彻底反转 那本不该受罪受冤的人 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此时只见红治皇帝背着手 闭着眼睛 眉头深深的拧着 似乎陷入了思索 天人交战 就方济帆紧张的等待里 只听红治皇帝托的张谋 随即说 立即下旨 成敏正 徐庆二人预提舞弊一案 纯属自虚无有 朕 说到这里 红治皇帝深吸一口气 似乎下定了决心 沉上说 朕竟不能事先洞察 从而是承煦二人在诏狱之中 驱大成招 是朕的过失 此案引发天下人的风言风语 更是清白忠良的大臣 共生蒙渊 这是朕的过失 朕客戟大同以来 自以为自己日理万机 天下海燕和情 殊不知 朕坐居宫中 不能明察秋毫 今二人遭遇构陷 朕则无旁贷 理应瞎召醉起 三性无神 以免重蹈覆辙 而无告成敏正徐庆之人 互补及世话场 吉令立即霸出 屈其出京 涉先驱大成招的 锦衣卫相关人等 已是立即着手严查 涉及此案者 居都严惩不待 他顿了顿 看着抖走精神的刘剑 李东阳和谢迁 继续说 李不右侍郎 成敏正 立即恢复原职 共生徐京 也照例恢复其 共生功名 今成敏正 徐京二人 虽沉渊得雪 可其所遭受冤屈 依旧令朕捅心疾首 人渊不能离 立侠不能进 此皆朕之过夜 即令英国公 代朕请罪于台庙 向列祖列宗 臣告朕的书事 以为成见 也望朕能勇懒浅 浅浅 宋然惊去 说出这一番话的时候 洪志皇帝则像是 松了口气的模样 整个面容 竟是舒缓了起来 可是 这何止是给 成敏正和徐京招选 分明还是洪志皇帝 下诏罪器 向天下人宣告 此事最大的责任 便是他这个天子 而他更是慎重地 让英国公前往太庙 祭祀陈述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帝皇 这实属不一样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四金 更多友善读 请在微信 L-A-N-C-E-9-1-1-3 明朝败家子 明朝败家子 明朝败家子